连接福夏 坐上高铁去看海 自主创新 守护华龙 中国心 开足马力 铁牛大力 出奇迹 定位导航 立国惠民 看北斗 超级工程 破解超级难题 自立自强 凸显中国智慧 中国经济大讲堂特别策划 一起干个大工程 面对极限挑战 创造中国奇迹 2024年5月 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 华龙一号连传喜报 当地时间5月20日 中国出口海外的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 巴基斯坦卡拉奇核电二号机组 通过最终验收 5月21日 华龙一号批量化建设工程 福建漳州核电一号机组 热态性能试验顺利完成 将于年内运用发电 5月25日 广西防尘港 华龙一号示范工程 全面建成 投产发电 5月30日 粤港澳地区 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 广东太平岭核电一号机组 主体结构完工 自2020年11月27日 华龙一号全球首堆 福建福清核电5号机组 并往成功以来 华龙一号目前在国内 已有4台机组实现商用发电 20台机组载件 华龙一号的成功研发和批量建设 标志着我国核电技术水平 以躋身世界前列 为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进能源革命 注入了强劲动能 那么这样一项世界瞩目的超级工程 我们是如何实现自主建设的呢 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 华龙一号总体设计总师范黎 带您一起干个大工程 为华龙一号注入核心硬实力 大家好 我叫范黎 来自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今天非常荣幸来到中国 核能是一种高效稳定低碳的清洁能源 为人类社会提供了重要的能源选项 但是核能的发展离不开核安全 所以我们要在发展核能的同时 首先是要确保核电站 不会发生比较大的事故 现在为止我们中国已经拥有了 自己的自主三代核电技术 也就是非常安全的华龙一号技术 拥有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核电安全性 它的安全指标满足世界 最严苛的指标要求 那么华龙一号到底有哪些法宝 来保证它的安全性呢 华龙一号每年只需要约30吨核燃料 就能产生相当于300万吨煤炭发电的电力 可以满足一座百万人口城市的 用点需求 其中堆芯是核燃料发生裂变 释放能量的核心附件 是华龙一号的心脏 工程师将油燃料心块放进于4米长的 高合金金属管中制成燃料棒 264根燃料棒数在一起 成为一组燃料组件 177组燃料组件 在进一步组合 组成了核反应堆的堆心 这比传组反应堆的157组燃料组件 多了20组 不仅整体功率更大 还可以降低功率密度 也就更为安全 更重要的是 这样一颗强健的心脏 完全由我们自主设计 是一颗独一无二的猪骨心 那么我们该如何用好这颗猪骨心 让它源源不断地产生强大的能量呢 第一步 我们要持续地帮堆心散热 为什么核电站会出现安全的这个问题 这是因为核反应堆呢 是通过核裂变去产生能量 然后呢通过烧水 把能量带出来 利用蒸汽去推动七轮发电机组发电 去实现核能转化成电能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压水堆核电站 它其实是一个成熟度很高的 包括经济性很好的一种电站 但是呢 这个核电站有一个需要关注的 一个核安全问题是什么呢 在反应堆停堆之后呢 反应堆里面还有7%到1%左右的 这么一个衰变热 整个反应堆还会源源不断地产生热量 如果没有冷却水 持续去冷却我们的包翘的情况下呢 那么时间一长 我们这个告包翘呢 就会慢慢地升温 最后达到它的溶点 会融化掉 会发生堆心融化 这么一种比较严重的后果 2011年发生了福岛核事故 它是发生了一个大地震 然后呢 首先是把外电网损坏了 一小时之后随之而来的呢 是一个十几米高的一个大海啸 那么这个海啸呢 淹没了它的整个核电厂的这个厂坪 导致呢 在外电网失效以后 应急财务机也被洪水给冲垮了 这样的话呢 整个反应堆呢 就失去了外电网 以及失去了厂内电源的这样一个支持 导致福岛核电站的整个反应堆 就失去了冷却 后来就发生了堆心的融化 融化后的堆心呢 在高温情况下呢 与进入的水发生了告水反应 产生氢气 那么这个氢气呢 在厂房里面发生了爆炸 这就是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 福岛核事故的这么一种情景 那么因为福岛核事故 包括它的堆心的长期的避热的存在 所以到现在为止 也要往堆心不停地去注水去冷却 导致它每天每年都会产生 大量的肺液和肺水 所以这也是目前大家比较关心的 它的肺水的累积和肺水的排放的问题 那么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后呢 国际上提出了更高的 对于核电站的安全要求 原来的二代改进型核电技术 必须要进行升级 那么我们国家国务院呢 也在第一时间发布了规定 新建的核电机组 必须满足国际最高的安全标准 在2010年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已经研究出来 接近满足三代要求的 CP1000核电机组 但是呢 2011年发生了福岛核事故 我们集团呢 就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也是一个壮士断卖的决定 就是放弃之前研究的 CP1000核电机型 进一步升级成 ACP1000 后来叫华龙一号 这个核电技术 这样的话呢 使得我们的安全性 大幅提升 同时使得我们整个核电站 可以应对类似于福岛核事故 这样的一种情境 在安全措施上 原来的二代技术 或者说传统的核电站 是怎么来考虑的呢 一般是采用泵和阀门 风机等一系列 这些我们叫能动设备 利用电来驱动这些设备 然后为堆心提供冷却水 来冷却堆心 这是一种需要依赖能源 驱动的一种方式 来保证反对的冷却 那么我们的华龙一号核电厂 是目前采用的能动和非能动 的这么一种配置 就可以完全避免发生福岛核事故 这样的一个情形 首先我们是有多重的 多套的能动系统 来抵御这种事故 我们不仅有外电网 同时我们还有应急财务机 就算是应急财务机失效以后 我们还有备用财务机作为后备 所以我们的电源也是多种多样的 假设极端情形下 像类似福岛这样 我们所有的电源都不可用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仍然有完整的 几套非能动系统 可以不依赖任何电源 冷却反应堆 冷却我们的厂房 最后保证我们的方程性物质 可以滞留在厂房之内 这样的话能动的我也有 非能动的我也有 有电我有手段 失电了我也还有手段 所以这样的话能够 更加安全地确保核电站的 不会发生这个类似福岛 这样的一个事故 华龙一号设置了三道实体屏障 确保安全 第一道屏障 包裹着油燃料新块的 高合金金属管 反应堆产生的放射性物质 99%以上都会被拦截在内 第二道屏障 是反应堆压力容器和管道 其中压力容器壁厚高达22厘米 可以承受170多个大齐压的高压 第三道屏障 是包裹着整个反应堆的双层混凝土安全壳 它的外层厚度达到了1.5米 相当于给反应堆照上了一件 坚硬无比的金钟罩 同时 华龙一号在三道安全屏障上 都采取了能动加非能动的技术 确保不发生类似于福岛的核安全事故 下面我就针对每一个能动系统 和非能动系统 进行一个简要的功能介绍 我们有一个系统叫 非能动娱乐排出系统 在有电源的情况下 我们是可以用应急给水泵提供给水 反对堆心能够被持续冷却 但是一旦失去应急给水泵的电源 我们依然可以用一个非能动水箱 去冷却反对堆心 这个非能动水箱 是在我们的整个安全翘厂房的上部 那么这个水箱本身的容量 可以至少支持三天以上的这么一种冷却 三天之后如果还要维持这么一种冷却 我们完全可以从厂区或者从厂外 去提供补水 来使得这种冷却方式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这是第一个系统 第一个系统的主要功能 就是来保证反应堆燃料包壳 可以持续地得到冷却 那么第二个系统呢 我们叫非能动的安全翘冷却系统 一旦在湿电情况下 通过我们悬挂在安全翘内壁的 12个大功率换热器 持续地去导出安全翘的热量 然后把热量传递给安全翘的翘外水箱 那么这个过程呢 在没有水源补充下 也至少可以维持三天以上 那么通过补水呢 可以长期地维持这么一种导入过程 第三个系统叫 非能动堆枪注水冷却系统 那么这个系统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个系统是一种底线思维的考虑 前两个系统一旦起作用 那就意味着反应堆不会被融化 我们的安全翘呢也没有问题 但是一旦在某些极端情况下 极不可能的情况下 一旦反应堆发生了融化 我们就要采用一个系统 就是往压力容器的外表面去注水 那么这个注水呢 我们也是采用了能动注水 以及非能动注水 利用安能翘内的翘内水箱的重力差 去注水的这么一种方式 这样的话呢 哪怕发生了堆心融化 我们依然可以保证 放置性物质会滞留在压力容器里面 而不会跑到厂房里边来 这就是我们第三个 能动和非能动系统 所以我们的三个系统呢 可以说在我们核电站的三道安全屏障上 都部署了能动与非能动的这么一种手段 这就是我们的华龙一号的设计 的一个重大的创新点 使得我们华龙一号的安全性 比原来二代核电厂提高了两个数量级 包括国际上的监管机构的要求 它们的要求是堆心融化频率 每年在十万分之一以下 大量方向性释放频率 每年在百万分之一以下 但是华龙一号可以达到 每年发生堆心融化的频率 在百万分之一以下 发生大量方向性释放的频率 在千万分之一以下 所以这就是使得我们华龙一号 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核电技术之一 同时我们选取了最优的 两列能动加一列非能动的一种配置 使得我们的经济性 又还能够继续保证 没有过分地去增加反对的投资 使得我们有限的投入 产生了最大的产出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种 平衡设计的理念 那么对于像日本福岛核事故那样的海啸 海啸是有两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个是我们在选址的时候 我们要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长址 就是我们要保证 长址能够发生的最大海啸高度 就不会超过我电厂的这个平面 来避免发生大海啸 淹没长址的这么一种可能性 那么还好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中国东南沿海核电站 都不会发生类似于像日本福岛 那样的灾难性的大海啸 这是因为我们的沿海的大路架 是一个比较缓的一个结构 就算在外海发生一个大地震 造成了海啸 经过权威的分析 最大也不会超过两米 不像日本海啸高度在10到15米以上 所以首先在长址上 我们避免发生这种大海啸的可能性 那么我们如果再用底线思维呢 华龙一号也考虑了 就算洪水把我们的所有的电源都淹没了 我们没有电了 我们仍然可以依赖布置于高位的水箱 因为我们的整个非能动水箱 都布置在很高的位置 在大概安全壳 四五十米以上的位置 所以我们依然能够靠高位水箱的 重力差 密度差 为反应堆和安全壳 提供非能动的一个长期冷却 所以我们非能动系统 在这个时候就能 很好的起作用 能够保证反应堆处于安全状态 能动加非能动的安全系统 相当于给华龙一号的反应堆 上一道双保险 即使像福岛那样的核事故 相同的场景叠加发生在 华龙一号机组上 整个系统都可以保证将反应堆 带回到安全状态 可有人说这还不够保险 万一发生了更为极端的情况 我们该怎么办呢 比如在事故发生时 这么多安全系统全都失效了 核反应堆的堆心 最终还是发生了融化 这时候融融物的最高温度 将达到3000摄氏度以上 融化的核燃料像蜡烛一样 软化坍塌 变成液体流淌 高温金属融融物与水反应 产生了大量氢气等可燃气体 核电站随时面临爆炸 和大量放射性物质挥发释放的风景 这种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 接下来让我们和范佐世一起去寻找解决方案 假设还是发生了 极不可能发生的严重事故 堆心融化事故 产生的融融物会向压力容器的下方聚集 这种情况如果用通俗的比喻 就像我们在厨房里面 做一锅非常滚烫的粥 那么这个粥持续不断地在加热 成粥的锅随时可能面临着被烧窗的风险 当然此粥非彼粥 整个反对这锅粥呢 它的温度能够高达3000度以上 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难度 我们仍然要有充足的手段和措施 来保证整个反对的放射性物质 能够滞留在安全壳里面 而不会跑到环境和影响周边工作的安全 那么要想避免反对融融物融穿压力容器 需要对压力容器的外表面 也就是这锅粥的外表面来进行冷却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研究几个主要的因素 首先这锅粥是怎么形成的 也就是说融融物的形成过程是什么样的 那么第二点是这锅粥有多重 第三个是这锅粥里面的成分是什么 第四点是这锅粥凉得快不快 需要用多少冷却水去冷却 才能保证这锅粥不会融穿这个容器壁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是用数值分析的方式 通过建立一个全范围的热工流体的 这么一个模型来进行一个数值分析 来确定刚才说的那几个问题的答案 同时我们为了使得我们的计算分析 效果是有效的 使进了几推敲的 我们还花了很大的代价 来建设几个专门的台价 并且在台价里面 为了使得我们的实验效果 更加的接近真实情况 所以我们是用真实含釉的燃料 来模拟了整个反堆堆心融化的 这么一个过程 同时经过这个实验结果 我们也是形成了我们自主的分析软件 还会对其他的各种现象 进行一个全范围的分析 这里面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氢气的问题 我们融融的包壳 在高温情况下 跟水蒸气容易置换产生出氢气 那么这个氢气呢 它是不受控的 会扩散到我们整个反堆厂房 也就是安全壳里面的各个位置 所以为了避免发生氢气的爆炸呢 我们就必须要研究 这些氢气有可能在哪些地方会聚集 哪个地方浓度高一点 哪个地方浓度低一点 最后呢 我们根据这个分析结果呢 在容易发生氢气聚集的 比如说穹顶的位置 比如说一些隔间的一些 关键的部位 部署了专门的消除氢气的一种装置 这个装置呢 目前也是非能动的 就是不依赖任何电源 通过催化剂 就可以使得产生的氢气 跟安森壳里边的氧气 进行复合之后呢 生成水 这样的话呢 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消新的效果 确保了在发生严重事故后 也不会发生氢气爆炸 一种灾难性的事故 另外呢 我们最后在发生严重事故后 其实我们主要关注的 是最后一道屏障的完整性 也就是安森壳的完整性 安森壳作为和反对的 最后一道灭蜂屏障 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 非常巨大的 那么可以以我们历史上 发生的三次重大核事故 来说明这个问题 86年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呢 它的主要的诱因呢 是因为操作员违反规程 以及它反对本身的设计 存在一定的缺陷 所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但是呢 事故之所以造成 那么大的一个后果 主要就是因为切尔诺贝利核 它没有一个完整意义的 承压安全壳 它只有一个 不承压的工业厂房 在严重的事故情况下 完全是没有办法 去承受内部的压力 和相关的放测性物质的释放 所以呢 就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 灾难性的后果 那么福岛和事故呢 它有一个安全壳 但它的安全壳的空间很小 才大概四五千立方米的 这样一个内部空间 我们的安全壳呢 是一个特别大的 容积是八万多立方米的 这么一个安全壳 但是像日本的福岛 因为它的安全壳比较小 所以呢 一旦发生了严重事故 内部的压力上升得非常快 操作人员为了维持安全壳 不会发生爆炸性的破坏 它就把安全壳 进行了主动的泄压 所以氢气最后才从安全壳里面 跑到了外部的这个厂房里面 最后发生了氢气爆炸 79年最早发生的三厘岛核事故 这个核事故呢 其实最后的后果 也是堆心发生了部分的融化 安全壳里面 也产生了大量放测性的气体 然后里面也是承受了巨大的气压 但是呢 正是因为三厘岛核电厂 采用的也是个大型的干石安全壳 所以最后呢 大部分放测性物质 还是滞留在安全壳里面 没有跑出来 所以三厘岛核事故 虽然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故 但是最终造成的场外放测性后果 是微乎其微的 目前呢 其实大家可能对三厘岛核事故 也不像对切尔诺布利 和日本福岛核事故那样 有这么大的一个印象 那正是因为 它有这么一个安全壳的存在 所以保证的事故后果 没有那么严重 安全壳的主要功能呢 是包容放测性物质的 最后一道屏障 但是呢 我们会立足于底线思维 一旦是非能动的冷却系统 也不可用的情况下 那么安全壳会怎么样 安全壳会不会失效 会不会裂开或者爆炸 我们也是针对这种情况 进行了全面的考虑 我们在河北的廊坊 搭建了一个全世界 规模最大的安全壳结构体 它跟真实的滑龙越化安全壳的 尺寸比例呢 是1比3.2 整个内部容积达到了3500立方米 里边呢 在不同的位置设置了超过1500个传感器 来实时监测安全壳 在高压下的硬变 位移 硬力 裂缝等等这些参数 在哪个环节 哪个部位 可能是它的比较薄弱的环节 我们最后针对性的进行加强 目前呢 这个实验已经做完了 在今年已经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验收 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证明了我们滑龙越化安全壳呢 在几乎是两倍射击压力的情况下 仍然能够保证很好的完整性 以及它的密封性 确保着在严重事故情况下 我们的方程性物质 完全可以封闭在安全壳之内 最后呢 经过这么一个对严重事故的 全面的线上的研究 和对安全措施的这么一种配置呢 保证了滑龙越化的 大量方程性释放频率 小于10-7次方 也就是说每年发生这种概率 在千万分之一以下 这是一种什么量级呢 大概是我们走在马路上 每年受到陨石撞击的概率 比那个概率还小 所以这是一种 非常非常安全的这么一种设计 通过前两关 我们已经能够从内部 防止大规模放射性物质泄漏 但如果危险来自外部 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2001年 美国911事件震惊全球 不敢想象 如果这样的袭击 针对的是包含着 大量放射性物质的核电站 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因此在2016年 我国率先把抗商用大飞机撞击 写入了国家核安全法规 列为三代核电堆形设计的 强制性安全要求 然而要想实现 能够抵御重量数百吨的 大飞机撞击 谈何容易 我们该如何应对这项挑战呢 接下来 让我们和范总氏一同 去审富核电安全 2016年呢 核电站需要抗商用大飞机撞击 这条要求 被明确写入了 中国核安全局发布的 核安全法规里面 也就意味着 我们后续建设的核电站 必须要能够经受商用大飞机撞击 为了满足这个要求呢 最后我们采用了一种思路是 针对关键的厂房 针对关键的部位 我们加一层厚的一个外翘 来针对大飞机撞击进行保护 而对其他的一些部位呢 我们可以把 比如说我们冗余的系统 两列能动的系统 分别布置在安全翘 不同的方位 这样的话呢 就算飞机来撞 它也只会撞掉其中一列 另外一列系统呢 仍然可以保证 它的完整性和功能性 尽管在配置上 去这么来考虑 我们依然有非常多的难题 需要功课 如果飞机从哪个地方撞过来 它会撞进哪个部位 它撞击的角度是垂直撞击呢 还是带一个角度 俯冲的角度去撞击 它会产生哪些效应 这些效应会对 我们整个核电站 造成什么样的破坏 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 我们就要一个个去攻克和解决 我们不能简单地 做一个非常一维的 简化的一个模型 因为这样的话呢 这个计算结果会非常不可靠 所以我们采用的方法呢 是把整个核导厂房 分解成几千万个小单元 然后进行一个精细的力学分析 然后同时呢 我们把这个飞机呢 也分解成几万个这么一个单元 然后针对这个飞机的撞的角度方向 也进行全面的这样一种假设 然后去分析飞机撞击厂房之后 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效应 经过这么一种撞击的分析呢 我们可以确保 就是整个核导厂房 特别是加了外翘保护的这些厂房 在不同的撞击位置 和不同的撞击角度下 都可以保证这些厂房 不会发生轻负 侧翻 也不会发生贯穿 那么这个技术和我们使用的工具软件 也不是说我们天然就有 其实大飞机撞击这个分析呢 我们没有任何的参照 世界上比我们之前 更早地去做这个分析呢 是法国人做了类似的分析 那么我们首先去找法方 法方就提出一个要求 就是这个分析 我们可以帮你们做 但是前提是最后呢 你的设计成果 你形成的知识产权 有我的一份 也就是说 他要跟我们共享有关的知识产权 华龙一号总设计师 就明确拒绝了这一点 因为要保证 我们华龙一号的所有技术 都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要保证反对 我们能够不受别人控制 自主建造 并且能够完全独立出口 所以提出的这个要求 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最后呢 我们还是决定 必须要通过自主攻关 去攻克这些难题 为了攻克难题呢 我们的大飞机撞击的 大概是派出了六到七位核心成员 去法方进行了为期八个月的培训和实习 去学习他们的一些分析的技术 再回来为我所用 那么经过这么一个全过程的 三维的有限员的分析呢 最后呢 我们可以降低我们世界当中的保守量 举一个例子 华龙一号的首堆 也就是福建福清的五号机组呢 它的整个抗大飞机撞击的这个外窍 保护窍呢 是一米八厚度 那么后来呢 我们掌握了这个方法以后呢 我们再进行了一个迭代的分析 最后确定一米八这个厚度过于保守了 我们采用一米五这个厚度 就完全可以去保证飞机不会撞穿和导致厂房的轻负 所以这就是我们经过分析以后 优化了我们厂房的这样一个厚度 同时厂房的配均率 也就是我们钢筋的这个密度和钢筋的强度 也可以不用像第一台华龙一号那样密合 这样的话节省了用料 同时也提高了整个反对的经济性 这套方法呢 不仅在华龙一号上 其实在我们华龙后续机型的研发上 都得到了广泛的利益 甚至呢 未来我们可以把这个方法 进一步扩展到其他设施 对于商业大飞机的保护上 比如说我们一般的核设施 我们的研究堆 我们的实验堆 这个方法也都是使用的 甚至我们的民用设施 我们的一些大楼 我们的一些其他的重要的民用的一些仓库设施 都是完全可以用这套方法去进行计算 保护堆芯 除了要提前预设好各种极端情况 发生后的应对方案 更重要的是 在日常的生产发电中 做好维护和管理 比如给堆芯更换燃料组件 就是一项技术活 如果把核电站比作一个锅炉房 那么装在燃料组件的反应堆 就好比燃烧室是产生能量的地方 但与锅炉房运行后产生的如渣不同 核电站运行后的法燃料具有放手性 为了保护操作人员的安全 取出法燃料和更换新燃料的过程 需要依靠一台工程神器装卸料机 装卸料机不仅需要在七八米深的水池中 进行操作 还不能让燃料发生一丁点的磕碰和掉落 对机器的精度和速度性能 都有着非常高的要求 那么我们是如何通过装卸料机 实现水下换新的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和范总是一起 去揭晓谜底 近年来国家也提出来 就是必须要保证 我们核电等大工程的 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 所以华龙一号也必须攻克 关键核心部件的国产化 保证我们华龙一号的设计和建设 都完全自主可控 我们在研发工程中 攻克了哪些主要设备的 国产化问题呢 首先我要介绍一项设备 叫装卸料机 装卸料机是我们核电站里面 非常关键的一项核心设备 也是对于精密度要求 最高的设备之一 它的精密度的要求 是一个什么量级呢 以华龙一号为例 它的反应堆里面有 177组燃料组件 相邻的燃料组件之间的间隙 只有一个毫米 那么在换料的时候 装卸料机必须是 非常精准地能够定位到 其中某一组燃料组件 并且把它提升 然后更换掉 我们就要保证 它相邻之间 不会被摩擦和碰撞到 在这么一个 七八米深水的地方 要进行一个毫米左右的 精度的这么一个控制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同时我们在整个换料过程中 还要保证 一旦在换料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 比如说九度的这么一个地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整个燃料棒在被提起来的时候 它不会跌落 不会再摔下去 这个是为了保证 我们的燃料包销的完整性的 一个必要的一个要求 所以我们装气料机 它的这个抓具的设计 包括它的整个形成的设计 都必须非常地安全可靠 这也是装气料机 研发的一个难点之一 那么我们在整个 装气料机的研发中 也是对很多的设备 进行了非常精细的 这么一种优化和改进 包括对抓具伸缩套筒 包括它的起升机构等等 都进行了全面的一个优化 那么最后达到的效果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完全实现 装卸料机的自动化的一种操作 就是操作人员完全可以在远程 去操纵这个反对的装换料 同时它的定位精度 也就是说从换料车间 移动到某一组燃料组件的 这个位置的这个精度 是在三毫米之内的 重复定位精度 也就是说每次换料 这次换料与下一次换料 它的这个定位精度 能达到一毫米以内 同时我们还需要保证换料的速度 就是我们不希望整个换料过程太长 因为换料的时候是不能发电的 我们希望发电的时间越长越好 目前呢经过研发 我们的装卸料机的换料速率 能够达到每小时无足以上 此外呢原来的装卸料机 没有实现百分之百的国产化 有一些零部件 是要从国外进口的 那么经过我们的公关和研发呢 我们实现了装卸料机 不管从设备整机 还是从我们的零部件上 都实现了百分之百的国产化 这个也是我们华龙一号 比以前装卸料机 更加先进 更加自主可控的原因 那么总的来说呢 通过华龙一号 与厂家的联合研发呢 实现了411台套核心设备的 国产化和自主化 可以说在设备层级 我们已经完全实现了 华龙一号装备的自主可控 可以支持我国核电的 长期的建设 以及我们核电独立出口的 这么一个目标 核电站作为极其复杂的 系统工程 工程量和施工难度 十分巨大 近年来 全球范围内的三代 核电手堆建设 都遭遇了拖延 美国AP1000 法国EPR手堆 都遭遇了拖期问题 从开工到投运时间 长达近十年 极大的影响了项目的经济性 而作为华龙一号 全球首队的福建福清 核电五号机组 从开工建设到投运商用 仅历时五年多 甚至提前三个多月 完成了建设目标 因此 华龙一号福建福清 核电五号机组 成为了全球首个 暗期投产的三代核电手堆 那么我们是如何破解 国际上手堆必拖 这个难题的 接下来就让我们和范总绪 一起去共建一颗心 华龙一号示范工程 相较于以往的 二代改进型核电机组 工程量显著增大 这是因为 我们采用了 更高强度的抗震设计 我们还要使得整个核岛 能够抵御大飞机撞击 我们厂房的混凝土量 和钢筋量 分别是以前 二代加改进型机组的 三倍和六倍 单台机组的核岛安装 总点值达到了580万点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体量 是原来核电站的1.8倍以上 导致了现场的反攻 设计变更 物相的拆解比较频繁 所以既对施工的一些质量安全 造成了更大的一个挑战 同时也大大增加了 整个工期的延长的 这么一个风险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风险 我们在设计的研发组织上 在管理上 想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办法 首先我们引入了一个叫 三维异地协同设计的 这么一个工具 我们整个终端的电脑 能实现500多台 同时在线进行 我们的布置设计 整个攻克了多专业 多用户 异地协同和复杂 三维建模的这个软体 我们76专业 都可以同时上线 进行相关的操作 以这个实力变更为例 如果在施工过程中 发生了一处变更 那么这个变更 只要由组织单位 传递到这个平台当中来 那么能够非常实时地 反映到各个专业里面去 实现了一处修改 出处响应的高效的变更管理 我们的施工管理的变更管理 能达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能够达到 一天之内 响应现场的变更 如果施工单位说 这个地方可能 有一些问题需要改一下 或者它的施工能力达不到 需要改一下方案 我们在一天之内 能够重新制定 相关的施工方案 然后重新出图 然后反馈给施工单位 所以这样的话呢 保证了我们的施工工期 能够非常有效地推进 这就是我们国家的 体制的优势 可以制定一个 统一的 一体化的 全周期的这么一个 精细的进度管理 进度计划 去全周期的管控 同时也是为了 节约我们的工期 采用了一些 先进的施工工法 这里面举一个例子 穹顶吊庄 那么这个穹顶有多大呢 它的高度有23.9米 有七层楼那么高 它的直径呢 有47米左右 接近有大概 四个来临槽的面积 整个穹顶模块的重量呢 高达340吨 相当于300多辆 轿车的重量 在现场可能存在一些 风啊 一些不利的气候条件下 我们要达到一个 什么样的吊庄的目标呢 就是把整个穹顶 吊庄到 将近50米高的 这么一个位置 然后跟下部 已经形成的 同体的这个钢层里 要严丝合缝的接着上 精度要达到什么水平呢 就是吊庄的误差 不能大于一个毫米 可丁可卯的 要跟它能合在一起 包括我们的焊接质量 汉凤的防止变形的 这个要求 都是非常严格的 这里面再讲一个小故事 我们的施工人员 在吊庄之前呢 发现早上5点到7点呢 风比较小 然后呢 其他的时间呢 风比较大 所以呢 我们的这些 吊庄人员呢 就只能是 每天三四点起床 然后呢 利用6点左右 在风小的时候呢 赶紧去钓运 赶紧去施工 这样的状态呢 持续了三四天 所以呢 我们的工作呢 也是每天 只能工作几个小时 就类似于像 见缝插针的那种工作都是 也是想到很多办法 克服了很多 现实的困难 最后实现了 这个穷顶的 暗期的吊庄 我们通过有效的 项目管控的手段 一几化进入计划的制定 三维设计的应用 等等这些手段呢 包括一些先进的施工工法 模仿化施工 制度碳 等等这些工艺 显著地提升了 我们整个设计 建造的一种便捷性 提高的相关的效率 那么华东一号手堆呢 原来规划的工期 是72个月 最后我们达成的目标呢 是68.7个月 从开始建设 到最后商业运行 整整比我们规定的 这个时间 还体现了三个多月 这个业绩呢 是全球三代手堆的 最佳的建设业绩 同时这也是 目前为止 世界上唯一一台 暗期交互运行的 三代核电机组 华东一号目前国内 已经运行四台 再建二十台 在海外呢 华东一号已经成功出口巴基斯坦 目前呢 与二十多个国家 都达成了未来的合作意向 正在投标几个国际核电项目 所以呢 华东一号目前已经成为 中国技术 中国制造的国家名片 在国际市场上 拥有极大的竞争力 我们华东研发团队呢 也不会满足于华东一号 目前的这样一个现状 我们会持续不断地去 优化提升华东一号的 性能和安全性 同时更加的智慧 更加的环保 使得我们华东机型 能够支撑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 支撑我国双碳目标的顺利实现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连接服下 坐上高铁去看海 自主创新 守护华龙 中国心 开足马力 铁牛大力 出奇迹 定位导航 立国惠名 看北斗 超级工程 获解超级难题 自立自强 凸显中国智慧 中国经济大讲堂 特别策划 一起干个大工程 面对极限挑战 创造中国奇迹